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OS操作系统教学视频 我是讲师秦川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有关如何在OS系统里面去更改 打开某些文件的默认程序 那么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比如说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视频 那么发现Mov格式都可以很方便的双击打开 对吧,因为它是苹果自带的格式 但是如果碰到像这种WMV的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MKV的 就是大家要看这种高清视频 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一种方法是我们要去安装一个软件 还有呢就是我们去改变它的打开方式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点这个鼠标右键 比如说选择这个点鼠标右键打开方式里面呢 那它默认情况下是用QuickTime 那QuickTime很明显打开的是这个打不开的 因为它没有这个编码的这个解码器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 它给了两条路 一条是AppleStone 就是你去找一个这种可以开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其他 那么其他里面呢 我是在这个里面呢装了一个可以兼容MKV的一个应用程序 大家可以去下载下载 我这里怎么下怎么安装我就不讲了 在这里叫mediaplaner.app 在AppleStone里面也可以找到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注意把这个它勾上 勾上实际上就是讲到了默认 就我以后默认就用这个软件打开 这个这个这个MV的格式 这个时候点打开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变了 你再来点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 你打开它说不行 但你再次打开它发现它又好了 你会发现了 那这就是采定默认的这个用了模式的打开的方法 这就是我女儿这个幼儿园上的活动 是拍的这个视频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注意啊 那这个地方就有个问题来了 那我们平时安装好的那些APP应用程序都在哪里呢 注意在这个位置啊 在应用程序这个里面装着啊 当前我们这台电脑上所有的这个APP系统啊 你看包括我们以后要给大家介绍的Excel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Windows版的Windows Mac版的对吧 微软出的Mac版的这种啊 这个使用啊 那我们以后会给大家介绍 你会发现你看啊 PDF全都是装在这个里面的 对啊 那QQ啊 比如说这个QQ音乐啊 实际上这个位置呢 应用程序这个位置呢 它是跟什么对应呢 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啊 launchpad这个位置是对应的 对吧 上面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对象都在这个上面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需要了解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有关啊 如何去改变这个打开对象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方法啊 我们也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 jud��� 謝謝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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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